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举重赛场 昨天山东的六枚金牌当中举重占到了两枚 昨天下午在女子举重75公斤级的比赛中 山东选手康月和李霞分别获得该级别的金牌和银牌 而康月呢更是用三破全国记录的方式 拿下了这枚沉甸甸的金牌 上届群运会康月作为69公斤级的选手只取得了铜牌 由于个子高 教练建议康月改打75公斤级 没想到这让康月有了质的提高 昨天的比赛康月最后一个登场 抓举第三次试举的130公斤 康月轻松地举起 因的抓举记录就此产生 然而破记录的脚步还没有停止 停举第三次试举的重量定在160公斤 这个重量如果成功 他将同时打破停举和总成绩的全国记录 而康月没有让大家失望 再一次完美地举起杠铃 没有说是为了破记录还是怎样子 没有想太多 在训练场上或者是在比赛场上 非常享受 非常享受我的每一次试举 非常享受我的每一次比赛和每一天的训练 康月打破的抓举记录 正是站在亚军领奖台上的 山东队老将李霞保持的 如今小师妹创下新的记录 即将退役的李霞心里满失欣慰 我要退役了 有一个比我更好的 所以我现在很高兴 卫山东 康月在本届全业会上大放异彩 打破三项全国记录 仅比世界记录少了六公斤 对于今年只有22岁的康月来说 她的未来不可限量